欢迎收看打开公话麦 我是许中江 前总统马英九今天出发前往马来西亚 不过行前传闻满天飞 包括专机争议 是否去宣传一带一路 主办单位是不是中国幕后操控等等 总之这趟马国行 中国因素似乎如影随形 是外界不信任扣帽子 还是真有中国的关系 不过也难怪外界质疑 因为大批退将跑到中国 参加纪念孙中山的活动 竟然震惊为座 听着习近平大谈共产党 继承孙中山的遗志 这些将领当年坚决反共 现在领台湾优渥的退休凤 却到中国听领导人训话 那么这些退将是不是形同叛变 国家认同显然错乱 而且对现任的官兵 难道不会造成认同的冲击吗 究竟是为谁而战 政府是不是要修法管制退将 甚至取消退休凤 另外日本和在区的食品书台 公听会 这几天在混乱中结束 国民党率中闹场 甚至黑衣人都来了 这还能理性讨论吗 还是把问题搅烂 而三天办十场公听会 连民进党立委都觉得太仓促 现在政府说明开放的原则 还有多少人听得下去 如果开放 民进党是否又是伤痕累累呢 相关问题我们一探讨 首先介绍来宾 民进党立委刘诗芳 大家好 国民党五六七联盟发起人 张思康 大家好 大家好 此任媒体人陈金兰 大家好 还有网路观察家朱学恒 各位大家好 先来看马前总统 今天上午搭机前往吉隆坡 不过明明是要去马来西亚 却一直说成新加坡 来看VCR 新人后首度出访 前总统马英九笑得灿烂 好心情全写在脸上 只是明明要去的是马来西亚 心里却想着新加坡 我这次是接受新加坡南方大学学院 马前总统你要去的南方大学 应该在马来西亚 不是新加坡啦 有媒体报道 说我到新加坡去开会 马英九评评口误 心里老是惦记着新加坡 难道是对于新加坡媒体 新州报的网路报 将他的头衔改成台湾前领导人 很在意吗 新加坡的新州报的网路报上 把变成了台湾前领导人 那我们对这件事情 是感到强烈的遗憾 像这样的媒体 我以后就不太愿意 跟他打交道了 出访前就风波不断 不止新加坡媒体 称他为台湾前领导人 先前绿营早就秀出 世界华人经济峰会的网站内容 指出峰会目的 就是为了宣传中国的一带一路 马英九当做上宾 根本是活宣传 搭机前 马英九终于做出回应 一路一带来帮他做宣传 这简直是莫名其妙 到那天 大家听了我的这个演讲 就应该知道 我的内容是什么 我们希望当初乱说的媒体 到那时候能够有认错 并道歉的勇气 好 我们看到马英九 有些人之后 第一次出访 似乎风波不断 包括专机的争议 还有被指这个配合 中国一带一路的宣传 来请教金兰姐 你怎么看 为什么这个马前总统一出门 这个所谓的这个中国因素 似乎如影随形 是不是外界对他 也相对的表达 是一个不信任的态度 我觉得中大陆的围堵 恐怕无所不在 那现在他强大 在亚洲地区要崛起 所以所有资源大概比较丰富 就在中国大陆 所以不管各种民间 不管各种看起来政府组织 大概都会往那里去靠 我觉得这无可厚非 那这次出访的这一个部分 也送到总统府 让总统府去做审查 其实那时候就有在谈这件事情 这个事情不是现在才谈 是那时候要 我记得好像应该是 这个双十节一晚 他去参加了那个双十国庆 一晚马上就有这个 相关要出访的这个行程 就出来了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发展的状况 对于马英九来讲 我也觉得大家多虑 因为他还要在台湾 继续做他的 不管说政治操作也好 政治能量也好 他发展也好 还有他的总统忧郁也好 所以大家把这个事情 他如果一次搞砸了 回来有很多的这个麻烦会缠身 也把他搞成 他好像是很可能的 这个伟大的这个英雄 不太可能 我认为他去 他就会中规中矩 讲他要讲的话 因为他十六号回来 还有十八号要去美国 释迦哥 所以这里面对于他是种种种种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然后我觉得比较好笑 是他刚接受访问的 一直在讲新加坡新加坡 因为他跟马来西亚 真的很不熟 我印象中从台北市政府 到总统这一路以来 大概 大概数得出来 应该没有去过马来西亚吧 如果我印象没有记错的话 所以他对马来西亚那块 可能真的不是那么熟 就是说东亚或南亚的政治当中 他能够去马来西亚这块 就是基本上是为出去而出去 所以谈这个 这样子的一个发展 就是他能够出去 我觉得他是为他自己最大的政治能量 在做考量 那如果说他会踩那个红线 我认为不会 因为他还有后面很多的这个 包括忧郁的各种的这个实质上的能量 跟金钱跟资源 所以大家真的想太多 而且这一趟出去如果断了以后 他对他来讲没有什么好处 以至于我认为他在这一趟出去的这个过程当中 不太可能有任何的欲举的一个动作 但是去马来西亚一直讲新加坡这件事情 就知道他对于新加坡的那个重视程度 跟他过去跟新加坡的来往的程度 跟相对于在马来西亚这一块 他其实是陌生的 其实很清楚 然后一而再再而三 你就知道他脑子里面大概只有新加坡 也许是因为马熙会在新加坡 所以他对新加坡印象非常的深刻 就觉得要去新加坡 除了这个外他跟新加坡的那个联系 像他台北市政府大概就跑了好几次 所以我认为在这里面 他那个政治上的对于台湾政治也好 对于各种他自己在政治发展上非常清楚 马来西亚这一趟是刚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他就去做了这样的一个演讲 能够出去对他来讲是最大的外面 不过说实在因为通常人家卸任总统 或是国外的这个卸任元首等等 通常在卸任之后都会有一段这个沉寂的时间 那我们的这个马前总统似乎不一样 卸任没有多久就急着想要去出国 去接受人家的邀请 那当然这次的这个演讲的题目 外界高度的关注 是不是跟中国有关来请教委员 那当然就说马前总统要出国 这卸任之后 那是不是他来包括他的演讲题目 都要先给总统府事先的审核要看过 因为毕竟说他要演讲题目是说 台湾跟东协经济有更紧密的前景 但为什么传出来都说 他是要去递这个中国的一带一路去做宣传 那说实在 现在小英政府也是要推南向政策 其实说他的这个题目 跟我们的南向政策 应该也是有关系的 对听起来这个题目是有关系 那当然了 最近总统府才通过说 让马前总统可以出访 我想是因为我们的国家机密 还有国安法里面 他是一个卸任的总统 而且他需要有三年的期间 如果每次出访的时候 都要需要经过国安会 跟总统府来审核 那为什么这么晚才通过 在想可能是因为上个礼拜 他跟这个柯建民立委 两个为了这个黄世民泄密案 那很多人在讲说 他会不会被禁管 那如果他被禁管的话 可能这一趟就泡汤了 所以看起来他今天很高兴 他终于可以走了 那这个题目看起来 如果是一般来看的话 会觉得这种题目 如果讲起来是抱着期待跟祝福 也就是说你可以把台湾的发展经验 或者是说跟东协国家之间 有什么样的静和关系讲得很好 可是好像大家不抱着这么期待 因为过去八年以来 马英九总统对于 台湾经济发展的这个方向 第一个看不出 他有特别一个发展的一个愿景 那你现在去讲台湾跟他的关系 所以难免会让人觉得 扣一个帽子说 你是不是会一带一路来做宣传 不过我想以马英九总统 他这种谨慎的个性 连这个新周日报的网络报 跟他讲说他是台湾前领导人 就很生气 他一定要打着这个 可能是中华民国前总统这样的身份出去 那我就会想要比较 就是说马前总统出去 跟李登辉前总统出去的时候 那个规格不太一样 李登辉前总统出去的时候 日本还有国会议员 当地的一些地方的领导人 会过来跟他见面 那好像这次马总统好像有点资深来 然后孤独的就走了 这个好奇怪 好像只是为了参加一个 这所谓的世界华人经济峰会 那这个里面会不会有什么比较具体的结论 我觉得比较没有 但是我觉得还是抱着一个 就是说他是一个 已经卸下总统身份的一个 中华民国国民到马来西亚去访问的时候 他有他发言的分量 那我们是期待他发言能够很成功 可以把台湾一个丰富的民主自由的经验 带给马来西亚人来 也是不错 所以我觉得并不抱有太大的期待 是那专机的部分呢 那如果说以这个现任元首的规格 那因为之前也传说这个所谓的主办单位 就是他们本身因为那个大老板很有钱 所以他有专机来接 但是这样的规格好像也引发外界的争议 所谓的现任元首 是不是不该有这样的一个规格呢 我还是要讲一下 第一个他有没有对价关系 他今天对外的这个否认是说 第一个他搭华航到吉隆坡机场以后 可能会搭私人的专机到这个新山南方大学 那在马来西亚常常发生 因为这个都是很有钱人 他们都是有自己个人的这个专机 所以我们还是相信他 因为他没有对价关系 也不是说搭了专机以后呢 他就会帮忙做什么促成什么大的生意 自己有什么仲介 完全是没有 所以我觉得还是一样 希望他平安出去 平安回来 这是我们最基本的愿望 那也是一样 希望可以把台湾比较好的 发展的这样愿景 可以告诉马来西亚的朋友 是来请教司刚 这个前元首 当然第一次出访 到外界相当关注 只是说在行前 有这么多的传言 包括你说专机的争议 一带一路是不是去宣传 那说实在 如果以他的演讲题目来看的话 不就是正好呼应 现在的新南向政策 可以完整的一个说明吗 只是说为什么 是不是外界是不是高度的不信任 所以才会扣 不是说好像感觉 给他扣他一个帽子呢 我觉得郁佳赐罪何患无辞 因为基本上在上个礼拜 很多这个民进党的一些立委 还说向这家提出禁管 那柯建民还跟地院提出禁管 订阅驳回 但是昨天林全也说了一句公道话 林全说 你要这个禁管 要有一定的条件 那当然马前总统目前没有这个条件 所以可以让他经过 总统府的核准之后出去 那再来第二个 你在演讲的内容 我们前一次吴敦义出国的时候 他也把演讲内容 虽然只有二三十个字 但是把演讲的大纲 给总统府看 那同样的马英九出去演讲的时候 大概也会把大纲给总统府看吧 如果这是讲了什么一带一路 魏肥宣传 总统府怎么会放过他呢 早就把他砍住 不会让他出去 所以显然他的内容 大致上不会有什么特别出格的地方 他也讲嘛 他说出去要讲一些 有关于两岸的过去的和平 还有这个区域的经济发展 OK 我觉得一个前任的总统 他有一个领导人的高度 去讲这个 我觉得对于台湾的整体形象 是好的 不要让他觉得说 我们的总统好像出去 都卸了任之后都出不了门 要不然有的在进牢 要不然就去日本看病 不是说实在 我真的有点赶了 才刚卸任就急着要出过 这一点我倒觉得 这是一件好事 这代表说我们的总统 还基本上卸任之后 还维持这个国际的能量 那蔡英文总统 有一天也会现任 现任的时候 我也很喜欢看到他 就有过去几年的经验之后 他也可以出国去讲一讲 他的执政经验 我觉得这个对台湾的民主 是一件好事 那至于专机的部分 我觉得大家也不必大惊小怪 像柯林顿 还有过去这个布莱尔 现任的时候 很多主办单位邀请他 就直接是专机开到 首都伦敦或是DC 直接把他接到演讲的地方 有的时候像国际企业 在香港办演讲 有的时候就从伦敦 把布莱尔直接专机 就接到香港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看 主办单位 他如果相当的资源来说 去对这个讲者 就是一个礼遇 我觉得这一点 大家不必去 好像是附加 你说这个是什么 有富豪 他会提供招待如何 这很多都是个演讲的配套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上面 我觉得大家不必太去追究 那再来 我觉得马英九出国 我觉得大家 应该用一个祝福的心态 不必说 大家好像看到 马英九为什么可以出国 然后去对照 陈水扁 为什么卸任之后 是进牢 因为这两个情况不一样 不必说 一定要拿陈水扁的情况 去打马英九 我觉得这个一般人 自己看不下去 不过因为 就是因为有一个对照 就是前总统 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待遇 那么特别是说 这个马前总统 现在也可能是因为官司 可能会缠身 所以可能对他 一个高度的不信任 所以有这么多的传言出现 来 学员你怎么看 其实这种 反映出这种心态 所以包括很多的争议 什么一带一路 什么专机争议 甚至说还要禁管等等 让这一趟的出行 给予外界相当大的 一个想象空间 其实这一次 马前总统到 新山这边去演讲 我相信会有很多的媒体 跟随 我会建议这些媒体 除了马英九本人之外 我想你应该要看看 新山地区的战略目的 因为这一阵子 中国在新山地区 包含了大型的建筑开发案 包含了大型的合作案 其实投注非常多的心力 那远的来看 他的战略目标 是要让新山地区 取代新加坡 所以你的说法 显然是 后面是有中国因素 在后面 应该这么说 我觉得不管马英九 个人去那边做什么演讲 那台湾这边不要忽略 他去了这个地方 整体而言 未来会在不管是马来西亚 或是新加坡之间的 静和上面 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那如果你只是看 马英九去那边讲了什么 我觉得太浪费 这样子的时间跟行程 你该去看一看 如果这个方间 或是经济 这个相关领域的人士的 看法是正确的话 新山地区跟新加坡地区 未来会变成深圳 跟香港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新山 如果逐渐起来 获得更多的资源跟可能性 或者更多的投资的时候 新加坡的光芒会渐渐暗淡 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 你才能够看到 所谓的新南向 到底有没有办法 在整个东南亚进行 成功而且完整的投资 也就是讲明一点 新山你要不要去参一角 如果台湾今天要新南向 你要不要在这边做投资 还是说你要去新加坡做投资 我觉得在这个整体 你把战略面拉大来看的话 就不会只看到马英九一个人 去那边讲了什么东西 因为坦白讲 我认为马英九卸任之后 除了很多人想要找他卸份之外 他的影响力其实大不如前 你不如把整个资源跟眼界 放在另外一个地方 如果这是一个好机会 你趁机看看台湾的新南向 到底要押保在新加坡 还是押保在马来西亚的新山地区 这两者之间是有不一样的选择 是的确 金兰姐 您老早就已经确定了 这个新南向押新加坡吗 那时候我们看到了这个黄志芳 不是就讲了说要去新加坡 黄志芳都已经不知道到哪去 所以你觉得他讲的可靠吗 你刚刚讲的这个马来西亚 其实台湾 如果我跑新闻这么久 台湾跟马来西亚 那个发展关系的 这个本身是薄弱的 不要说刚刚看到马英九 讲这样子的一个话 潜意识里面 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 马来西亚在台湾的政治发展 东南亚的政治发展里面 他可能很难上台面 我必须这样讲 所以刚刚那个学生在讲 那个这个新山这一块 我觉得啦 那这是因为他刚刚看到 我们看到说 他要去那里做这样的演讲 那个的战略地位 可能被发现非常高 还有你跟新加坡的关系 已经搞这么久 你跟马来西亚那个陌生 很难马上起来 所以我觉得那个已经没有太多的选择跟选项 所以说你跟新加坡的关系 包括其实民进讲 你跟新加坡的关系 可能跟国民党一步一水 那你说跟马来西亚的关系 大概只有 只有什么外劳外配的时候 要讲这个外用的时候 才会有浮上台面去谈一些 否则我必须让我们对东南亚政治里面 去压的那个可能性 过去的筹码其实也是低的 不过这个学员刚刚也提醒了 就说因为这个马来西亚要去的 这个新山地区也的确 如果说是中国背后要在那边进行投资 那跟未来的这个新加坡 可能会形成一个竞争的关系 那的确也是可以提供 我们新政府的一个参考 不光是人去而已 也这个提醒国人 那么的确东南亚地区的政经发展 那么值得大家来关注 当然之所以外界会对于马来西亚 会有这样的一个不信任的关系 也就在于似乎国民党的局党上下 都往中国跑 我们看到那个国民党的这些 包括这个退役的将领 到中国去聆听习近平的讲话 也引发了这个重大的争议 那么国安局也证实 出席的退役将领高达32位 那么立委是主张 应该砍掉他们的退休凤 来看VCR 中国决判孙中山先生 150周年诞辰大会 国军退降吴思怀 台下震惊为座 听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演讲 这一幕引发国内舆论炮轰 其实参与的退降 不止吴思怀 总共有32个 我们的掌握是什么 可想而知32个 至少 至少大概有50个星星吧 根据国安局资讯 与会的退降不乏一级将领 前总政战部主任许立农 前总统府战略顾问 周仲南曹文生 前国防部副部长汪文谢 和前空军司令沈国珍 5名退役上将 台下拍拍座 加上11位中将 16位少将 总共32人 军阶合计53颗星 但立委认为 国安局没掌握全部的名单 因为影片里还有 前陆军总司令 陈廷宠 和前国防大学校长 夏淫舟 4年前 9后国军共军 都是中国军的一席话 引发舆论哗然 这次习近平演说 夏淫舟也是坐上兵 明讲了立委要求 有关大会寄出大刀 砍退将的退休奉 退将跑到中国去 那当然是严重的去冲击到 我们其他现在 服役当中的这些国军 其他的一个将领的那种感情 所以难免会有很多的民众 甚至于民意代表 大家会去主张 是把他们的退休奉给剪掉 你不去 你就放弃法院权 就是远征议员堂 就他们讲的算 所以你要按理法来办 不是你说的算 立委案退役将领 针锋相对 国防部坦言 军退身份敏感 的确该注意 但目前军方也无权处置 相关的人员 去参加这些官司的活动 的确不恰当 现行的法令条文 国防部没有这个权责 退将聆听习近平演说的风波延烧 国防部也只能喊喊话 还没办法有约束力 好我们看到这么多的退役将领 到中国去听他们的领导人 习近平训话 来请教委员 这看起来是不是 我们可以说 形同叛国 或说敌我不分 认同错乱等等 当年反共 现在投共成这个样子 那么尤其对现任官兵 是不是也造成一些 认同上的冲击 那再来就是说 他们的退休凤 是不是应该要进行一些 修法管制 当然了 尤其吴思怀 上个礼拜 他还在骂我 我在讲说 这个陆军官校的党旗飞舞 要改成国旗飞舞 他还跟我一句来一句去的 然后结果是坐在这个 习近平的 这个演讲大会场里面 听他讲说这个国父孙中山 领导革命 第一个他打脸的国民党 为什么国民党的国父 也是孙中山 现在中国共产党的国父 也是孙中山 在中国大陆的国父 是红色的 然后在台湾的国父是蓝色的 那结果下面的这个吴思怀 还有很多这些上将们 又是许立农等等 一共有三十二位将军 里面从上将到少将 里面还有人是属于 大学里面的这个教官 全部在那个地方聆听 第一个呢 他们是对国家忠诚 这个国家是指哪个国家 第二个呢 我比较重要就是说 他们领有的是 中华民国的退休凤 那既然领有中华民国 退休凤的时候 第一个他去中国大陆 不管他现在退役多久 就算他没有比较机密的 这个文件或者等等 其他是涉及到 所谓的间谍的部分 这也不计以外 我想要说的就是说 他们领有中华民国 退休凤的时候 他们要不要听国防部 给他们建议 到中国大陆去 你禁止到这种充满了 统战色彩的场合 他去了 第二个退伍会也跟他们讲 有些小叮嚀 这种官方机构单位 明明要把你罗织 那你又去了 这第一个 所以我在想说 有的人在讲说 那对于现任的 这些现役军官怎么办 因为我们对于现役军官 根据这个陆海空军军官 事关的服役条例 越来越严格 甚至呢 他如果牵涉到 极机密或机密的话呢 他退役三年内 可能会延长到六年 但是对于已经退役的 这些人怎么办 如果他到那个地方去交付 我们认为是个机密的 他已经认为不是 反正我已经是一般老百姓 那我们怎么处理 所以昨天呢 我们非常快速 在我们的立法院的委员会里面 要修这个国安法 国安法适用的对象呢 就是已经退休或退役的军公教 都可以适用 如果他们也有从事这种 所谓的交付 或是泄漏国家机密的话呢 也是可以等同来办理 然后如果他们有被判刑 根据他是一年 三年七年以上的话呢 减缝20%到减缝全部减掉 所以我觉得那个蓝中将 不要认为说现在无法可管 现在我们正在修法当中 他们现在说去大陆开会 是没有犯法的 对 那现在的修法是会往哪个方向去 那比如说你退役之后 那管制是几年呢 对 你就等着看吧 我就跟这个中将们 或是少将或上将们讲 你就等着看我们怎么修 第一个 你国家忠诚度的部分的话 其实在我们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里面 从这个33条到90条里面都有规范 但是它里面没有法则 就是对于国家忠诚度 那如果有法则的话 就要开始处理 所以现在立委们 大概已经都看到了 第一个陆海空军军官的服役条例 然后我们国家安全法 还有我们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这三个法一起修正之后 会针对修正之后要减缝 或者是完全把这个退缝 全部删除掉的话 权序部或退府会就要完全比照办理 我想我们用这样的方式 无非是告诉说这些将军们 你们已经退下来了 从你的国家的这个保护 这个我们的土地上面退下来 我们尊重你 但是你不要忘记 你忠诚的对象 是台湾这块土地跟国家 对的确 这些退将说到中国大陆去开位 是没有犯法之余 但问题是观感的问题 恐怕已经不是所谓的泄密这个层次 来请教金大姐 如果我们看到这么多的退印将领 到一个对我们充满敌的国家 去听他们领导人讲话 说实在全世界哪个国家 像台湾这个样子 那特别是这样子的话 包括他们的退休凤 包括甚至所谓的这些管制问题 是不是都要从严来看待 我觉得这从2005年连战去 中国大陆国共论坛以后 他已经这个问题已经讨论 而且沸沸扬扬 每次都有这样的事情 而且一次一次一次 其实今年会是最落魄 最落魄的 就是连国父 包括国民党大概那个论述权 还有我们在讲的这个 祖宗牌位 通通被他拿走 整个来看 其实会是国民党最难堪的一年 那这个退降这件事情 他已经我刚刚讲 2005年到现在2016 大概长达十几年 那每次大概吵一吵 那其实你如果说有人 如果用这个字 可能厚颜无耻 或是等等等等 你要这样去 他其实对他没太大的影响 因为2005年到现在 2016年 他的发展一直是越来越多 包括今天讲了32个人 54颗青 那这整个的发展 他看起来没有止住 那如果刚刚委员讲说 要用一个方式 用一个法来做相关的处理 我觉得也很好 就是在这个问题上面 如果有一个明定的法令 那特别因为吴思怀 他对年轻改革上面 他也代表了一些人 要来争取他的权利 那在这个问题上面 你就踩了一个红线 就是我们还是有敌我关系 台湾跟中国大陆 彼此还是存在一个敌我关系 那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那如果这样的方式 其实台湾社会是不太能够接受的 那如果现在国防委员会 或是立法院定一个法 去做一个明确的处理 我觉得也非常好 那国民党在这个事情上 完全无法失作 从2005年到现在 我觉得他就变成一种提款机 就是说如果民党 现在施政很糟糕 他就变成很容易 这些人就被放在这里面 让大家看到 你看你看你看 就是这些人 他会让整个台湾 在往前进步上面 变成一种 比如说执政者不好 把这个前面然后这样遗留下来 这么多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直接在蓝绿上面 在意识形态上面 变成台湾社会 现在好像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他就会移转 那台湾其实就没有办法前进 他就一直在打转 那我觉得这个事情 如果长痛不如短痛 赶快把它处理掉 我觉得也是很好事 因为国民党没有办法 去处理这件事情 因为国民党自己也执政过 我刚刚讲2005年 可是2008年到2006年 即便马英九在这边喊 也喊不住 那现在开始民党在执政 我觉得这个问题 在这里面一刀切 做一个明确的处理 特别在年金改革的时候 那你就没什么话好讲 是的确 现在说修法要去做管制 因为说实在 其实不光是法律层次 我们有更高层次 我想讲学恨 那显然我们过去包括 不要说那个以前 可能旧时代所谓的反共教育 所谓的政战的这个教育等等 那显然这也是完全失败了 特别是这些退将 他们退役也才 也没有几年的时间 说实在的 从效忠中华民国 便跑到中国去听习近平去谈话 感觉上那整个国家的认同 跟效忠忠诚度 已经完全遭奸了 那现在这些人还去 领着这个台湾的退休奉 那跑去别的国家 感觉上是效忠 因为特别是 你到了中国那个地方 在那个室内的那个场合 说实在对于台湾的官兵 会被造成极大的冲击 我觉得这件事情 第一标讲 是道德观感不好 会让大家觉得说 那你到底是效忠哪一个国家 但高标来讲 就变成我们会怀疑有情报上 跟合作关系上的问题 因为你可能会说之前都退休很久 没有在管制的年限之内 但问题是大家都很清楚 军中是一个学长学弟制的一个地方 那过去的一些共谍案 都有很多是学长过去被收买 然后请你回台湾来 找你的学弟 大家一起喝喝酒 吃吃饭 看能不能透过学长学弟的关系 来做这样子的动作 实际上我自己有经历 对不起 我有认识人是被共谍罪抓走的 是喔 真的 所以也找你们来吃饭 他不是找我 他跟我没有接触 但他是回到台湾来 是找同学 问说 那我们以前同一个学校 同一个系 那你现在在军中服务 是不是有这个爱国者飞弹的 这个布置 能不能够把这个情报给我 那后来他就被抓走 当然这个都是等而次之这么小 情报网末端的末端 但他用的还是人际关系 所以换句话说 如果高标来讲的话 就是这些人的人际关系 之后会不会被利用 会不会被拿来做 不管是请你当顾问 不管是请你来安排各方的合作 这个东西是有得质疑的 并不是我们无限上刚说 你今天当兵 或者是从事军事相关的专业 这是要高度质疑的 因为他有他情报体系的利用可能 而且过去发生过很多次 所以简短的来讲 我们可能很难想象 有南韩的将领 跑去北韩的人民大会堂里面 然后听金正恩演讲的时候鼓掌 但在台湾发生这样的事情 你会不会觉得很突兀 就我可能现行 没有法律说我可以控告你 但是在我比较高标的标准里面 我觉得那会不会危及到国防安全 我觉得目前因为法律没有修正 你只能呼吁这些退降说 国民观感不好 你如果觉得说对方讲的是什么 国父或什么东西 那难道你有站起来直是其非吗 难道你有站起来说不好意思 你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们是中华民国 我们才是道统中的道统 没有看他们镇惊为座 对不对 听习近平谈话 那所以你应该这样讲 这就造成了国民观感不好 不是我们无限上纲 而是大家看了都觉得很突兀的时候 你以前的敌人就坐在这里 你不是坐在这里 你根本身在人家权力的最中心 那这真的是道德观感非常不好 的确 莱斯刚 这个我们看到这些退降 前扑后继的跑去中国 那说实在的 中国不用废一兵一足 光是台湾的军心 这样就把你瓦解掉了 台湾军心会瓦解 当然不是看退降这几个人 而是看我们的领导人 对于国家的目标 国防目标 有没有很明确 在去年九三阅兵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国安局 就掌握了一批 就可能会去的将领 或者一些高阶军 退休军官 那就失之以擒 就确定他们说就不要去 那时候确实也没有任何一个星星 到北京参加这个什么九三的活动 那同样 现在民进党执政了 民进党执政了 这些情报为什么 到媒体报道之后才东凑西凑 说到底13个人还是15个人 几个星星凑不齐呢 他本来这些东西是应该 事前掌握 然后失之以擒 动之以力 请他们不要去大陆 参加这个活动 我觉得这个对社会民心 会有很负面的观感 那我觉得这一点 这块 我觉得现在的国安局 难辞其咎 因为要必须掌握这个军情在先 但是国安局现在体系的人 恐怕都还是原本的人吧 不不不 他换了 已经换了 他上这个局长 副局长 还有这个处长 都都换掉了 基本上都算是自己的人 不能再去归罪到前朝 更何况前朝掌握的情姿 掌握得不错 第二个 当然你说 我觉得这些推上去 在道德观感上 确实是不好 确实是不好 但是大家想一想 孙中山孙文 这个逝世 150周年这个生日 这个为什么我们的 中华民国政府 没有任何的行动呢 孙中山不是国民党的国父 是中华民国的国父 今天任何一个人 当了中华民国总统 在这个重要的日子上面 是不是应该有一点的表示 虽然你心里面不太尊敬他 或没有把他当成国父 但是我们的官方 在这个重要时刻 做了什么事情 当你不要的时候 民进党政府应该办个活动 这些退降就不会跑去中国了 他们需要台湾参加活动 孙文 孙中山是 中华民国 我会在讲 不是国民党的国父 是中华民国的国父 任何一个在朝者 在这个做总统的人 都不要看看 你虽然不怎么尊敬中华民国 但是他毕竟创造了亚洲 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这一块我觉得民进党政府 完全事情没有做 所以我觉得很多很多的事情 当然我会退降 当然要负最大的责任 但是为什么 很多事情都你丢我捡 当你不要这身处排位的时候 北京就捡走了 过去就讲说 革命的先行者 现在把他说他是传人 OK 那这个时候国民党 虽然反驳说 不对 孙中山我国民党才是传人 我觉得思考的意思也不错 或许委员可以参考一下 台湾政府应该也许来办个活动 免得这些退降 跑去中国去参加 我来回应一下 那个我们的洪秀柱主席 跟马英九前总统 他们是有办 那你以为退降 不晓得他们有办吗 为什么刻意去 其实是因为许立农上将 他自己办了一个 什么中共黄埔的 是一个什么论坛之类的 然后就是 好像是肉脏肝 一拖就拖过去了 所以这是刚刚那个 我们那个朱学恒讲的 就是说他里面有这些 这种很封闭性里面的军队里面 会不会有牵涉到是属于军事情报的交换 然后泄密出去 这才是我们要注意的重点 那当然你再质疑说 国安局没有掌握 国安局有掌握 他们只是这个名单 不愿意对外来处理 我还是要讲一下 第一个 不要说只有观感的问题 他就是被中共当成统战 在央视 在中平里面 他就是第一张照片的 第一个大头 就是我们的吴思怀 那吴思怀是谁呢 现在就是年金改革联盟的发言人 他这个表示什么 你看这么重要 在你们国家这么重要的人 然后又是国民党的这个 非常重要的前任的这个将领 现在呢 他是中华民国将领 他不是国民党将领 我觉得国民党跟中华民国 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因为中华民国是为政党轮替的 我觉得那吴思怀过去 在年金改革上面 骂了很久 骂了也很用力 我是要跟你讲为什么 因为他一直很坚持 他的校歌叫党旗飞舞 我是要这样讲 所以我要跟你讲的部分 就是说 不是只有社会观感的问题 而是变成当成统战的时候 对于现在在中华民国里面 现役的这些军官的 这些学弟妹 是情何以堪 是的确 我们先休息一会 稍后还来关心 现在日本核灾区的这个食品 是不是要进到台湾 那么国民党 似乎是率众捣乱 似乎想把问题复杂化 我们先休息一会 马上回来 时长日本食品公听会 已经办完了 但每一场国民党都动员闹场 蔡总统昨天晚间 在这个执政决策会议当中 质问内政部长叶俊荣 为何黑道可以闯进公听会 来看VCR 三天时长的日本食品书台 公听会全部结束 但国民党常常派人闹场抗议 遍地开花 甚至导致流血冲突 蔡总统在周一晚间的 执政决策协调会上 就质问内政部长叶俊荣 为何黑道可以闯进公听会 叶俊荣回答 警政署已经掌握黑衣人的背景 这风波持续在立法院延烧 蔡英文讲这个话的时候 自己必须思考 放黑衣人进来 放黑道进来 到底是谁放进来的 民众有知的权利 不管民众要穿什么样的衣服进来 我觉得都不应该打架闹事 中国国民党不管是在立法院内 还是在立法院外 他所呈现出来的 就是一个欠缺论述能力 只会透过这种暴力的方式 来做政治表态的政党 当在野党都不及格 除了总统震怒 第一线在公听会 面对国民党地方民代 和民众的官员 也对闹场式的动作很无奈 能委会国际处长陈俊妍 因为不满新北市议员陈明毅 当场对他人声攻击 请辞抗议 不过主委曹启宏没有准词 行政官员其实他的处境 也很困难 也很两难 他基本上就是奉命行事 替命于蔡英文的一个指令 而要贯彻他的意志 台湾跟日本之间 不管是外交的 军事的 国防的 或甚至民生的 甚至司法的 都不应该作为一个 开放日本一律的食品的 这个交换条件 国民党团召集朝野协商 主张要台湾先和日本 签司法互助协议后 才能考虑进口 实在力量则认为 台湾要派人实际去日本 调查检验 确保食品安全 民进党消极抵制 并没有派人出席朝野协商 日本食品开不开放 行政立法部门还有得伤脑金 我们看到这三天 办的时场公听会有冲突不断 昨天在台东以及花莲 最后两场也都是暴力结束 我想想要学和 现在这个公听会 本来是希望一般的民众 以及朝野能够去了解 但显然国民党是率众闹场 那么甚至黑夜人 也都跑出来了 到底目的为何 现在是要把它搞得一团乱 让你真的也没有理性 讨论的空间 那搞到最后现在 其实民众可能也不晓得 到底是开放什么东西 事实上是辅导没有开放 其他事件开放 但显然这问题 已经大家都搞混了 先生明假穿黑衣没有罪 我们不是黑道 但我觉得应该这件事情 是很特别的是 国民党显然在这个民生议题上 已经立下了 全面抗争的动员力 也就是你仔细看 从上周六一路到现在的新闻 他是从南打到北 而且现在东部两场都已经打完 为什么我们说打完 不是过度渲染 而是确实都动手 确实都流血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 显然这是国民党近一年以来 我必须要特别强调 这是近一年以来 最激烈的巷战 所谓的巷战意思是 他不是大规模的上街 而是他进到小规模的 这个工厅会的会场 然后彻底从开场前 就一路霸占冲突 然后一路到最后 所以我觉得应该这样讲 持平而论 国民党在这件事情上面 是很快的发起了动员令 而且势必要把这个议题 利用到最大规模的限度 显然在上一次一例一休的时候 国民党还没有这么拼命 你想想看 这是出动各地方的民意代表 从立委移入到议员的协同作战 那都不是一个人冲而已 是你现在台北办 那就是台北立委跟台北议员一起冲 你在台南办 那就是台南的立委 台南没有立委 议员 那议员一起冲 高雄就是高雄的立委 跟议员一起冲 那这整个协同作战 我觉得应该这么说 他们是发现了民党 在这个事件里面的 要求的效率 远比以前要高 也就是三天之内 要开十场的工厅会 这个异乎寻常 所以他们决定在这个地方 发动全面的攻击的时候 我觉得其实以我们没有要参与 这个中间两方的立场的话 我觉得其实包含了行政院 包含了国民党 两边要把今天抗争的原油 跟标的物要说清楚 比如说国民党是不是要强调 是我绝不让 今天福岛五线包含周边 我一样东西都不让他进来 然后林权的立场是要讲清楚 是我们今天如果要开放其他四线 就福岛以外四线的农产品 是哪些 什么标准 甚至我的要求更高是 那有没有换到什么台湾民众 会觉得有优势的事物 也许是外交上的优惠 也许是渝权 也许是对等的消费 什么司法互助什么的 都可以 我觉得否则现在 就变成从北打到南 又从南打到北 会不会显然已经有理说不清了 即使你做了一些限制好了 但问题是现在已经 国民党全面开打了 打到最后 一般民众可能也不晓得 你到底是开放什么东西 反正就是反对 因为这个核灾区的食品 他就把你视为是毒物 现在都没有人敢去赞同 包括一些地方的一些 绿营的一些市议员 也去签署 就是地方县市要去限制 有包含了图醒哲那边 他已经宣布了 他说以后 这个福岛核灾相关的食品 不能再加益贩售 但问题是没有法律强制力 我觉得应该这样讲 我还是要讲比较明白一点 林权要负起部分的责任是 你不在一开始 还有优势的时候说清楚 现在重点都变成打架 都变成从南打到北 而且北高还要再开 那表示一定会再打 那这个时候你再来讲 到底为什么 或是要怎么样 已经说不清楚了 金兰姐你怎么看 现在民进党 是不是可能没有料到 国民党这么快速的发动 全台各县市的这些民意代表 通通去把他打一下 打架的结果 最后问题通通弄得 让民进党焦头烂额 我要问的是 为什么民党再次执政会这么粗糙 不能细致一点 我必须这样讲 像一粒一休这件事情 我们前面看到了 国民党那个半分钟 为了两岸的服贸 有那个例子在前面 他也是快速的 一两个礼拜里面 要开多少宫庭会 他也是用那个方式 可是你看起来是复制贴上 这次的事情 就是跟半分钟那个事情 服贸那个事情 一样复制贴上 你用的是国民党 那个状况的处理方式 他也是快速 我半分钟给你过 你要开空听会 好 我也是马上 就给你随便 给你呼噜过 那个都是民进党 跟时代力量 在当时去反对的 可是你民进党再次执政 你的做法 你的一分盈 你不要说了 你就再长一点好了 我觉得在这个执政的过程当中 你执政有执政的焦虑 你现在可以理解当时 国民党在执政上 他执政的焦虑 他的做法就是粗暴 可是你再次上来 你没有在这里面学习到 你应该要细致 包括这次你说三天十场 完全就是跟以前 国民党执政的那个方式 是一样的 那刚刚学亨是在分析 国民党这次的反应动员 他在给 不能这样讲了 国民党在这次 看起来要给他一个赞 因为他的行动力 不像个大象 他看起来已经灵活的 像猴子一样 但我要说的是 我们回头过来看 为什么执政的时候 这个案子 像福岛这件事情 那时候马英九也想开放 那时候林永乐 也在这里面说开放 可是反对的是谁 反对的是在野的民进党 跟反对的是旁边 可能连时代力量 那时候还不成型 但是大家都反对 可是今天看起来 民党执政 他就急着要开放 那现在看起来在野的是 国民党要反对 也就是执政的时候 他的思维是一样的 不管他是国民党 不管他是民进党 他的执政思维都是一样 所以当家都得去面对 可能日本的压力 对 那在野的时候 你当初反我 你当初把我搞这么惨 我当然是以同样的 以牙还牙 以牙还牙 今天看起来 台湾社会在这个问题上 其实面对是同样 我再把历史拉久一点 那时候美牛民党要开放 国民党不给开放 国民党上来美牛开放 第一个出来反的是谁 是郝龙斌在台北市 我先堵一个墙 可是今天看起来这个案子 福岛这个案子 加义市先堵了一个墙 不管怎么样 图醒则是被动还主动 他也先堵了一个 要地方包围中央 所以我要说的是 台湾有没有进步 没有 国民党执政的那个方式 跟民党再次执政的方式 他的粗暴也好 他的出招也好 他在这里面 只要执政 他的思维逻辑一亮 只要再野 他一定是反对到底 所以只要搅这一换 你就看到 那个打的人是谁 那个在上面 要维护的人是谁 那刚刚说 我们讲了一个 最好的一个事情 行政院在这个时候 这个事情上的反应 没有我们看到 总统府 蔡英文来得及切 他还推了一个行政团队的一个 那个VCR告诉大家说 我们现在整齐 然后步伐往前 但是这个事情 看到在这个事情上面 就会形成极大极大的一个反风 对 现在看起来台湾好像是在这个 所谓的抗争 反对当中 不断的去轮回 过去谁执政 那现在执政的人 又同样面临到同样的问题 来请教委员 现在看起来 民进党是不是 面临到这是一个烫手山域 那包括你们党籍立委林淑芬都说 他不认为这个台湾 已经做好开放的准备 也的确这个三天时长 太过仓促 直说现在行政团队 如果真要去说明 你要怎么开放 要怎么样的去检验 怎么样去加强 恐怕已经有理说不清了 是 有部分我赞同 但是有部分我不赞同 刚刚那个金兰小姐 所提到的就是说 看起来好像民进党 跟国民党是一秋之和 以前当反对党的时候说一套 现在当执政党的时候 做另外一套 我觉得不是 第一个我先从所谓的一例一休开始 一例一休 我们当然知道说 很快速要出立法院的时候 虽然我们觉得在程序上是合法 可是因为让人觉得说观感不佳 所以我们现在再一次退让 也是在这个礼拜里面 要去完成审查跟公听 那这个退让之间 我们在党内是不是有压力 当然有压力 可是我们觉得说 如果一例一休的部分 没有办法在已经过了半年以上的 讨论期间再不定案的话 让人家觉得你的执政团队 就是没有一个确认没有一个确定 我想大家都知道企业跟劳工最担心是不确定 我们要让他确定下来 所以才会开出这个条件说 希望在这个礼拜的审查跟公听会结束之后 一定可以送到我们立法院的二读跟三读 那这期间当然会觉得说好像这个姿势不好 态度也不好 那同样的道理 所谓的辐射食品这个部分 其实在立法院的未完委员会 这是由国民党的包括陈一鸣 李燕秀 王宇敏跟蒋万安 他们提到说要召开十场公听会 他的理由是什么 要透过公开对话的过程 才能够解决民众的疑惑 在未召开之前 日本福岛灾区五线式食品仍尽书台 所以行政的团队 接到这样的公听会的以后赶快去办 那办了北中南都要办的时候 看起来为什么 因为他们要求 你要在假日办啊 人家才有时间才听啊 那你假日办了这个八场 然后另外两场是昨天办的时候 又说你干嘛快速通过 所以我们犯了一个错误 就是说我们都是用情绪在讨论事情 我们不是用理性在讨论事情 而且国民党说这个签名要开公听会 结果他派人来这个率众来闹场 像陈一鸣呢 他是跑到高雄 他是第一个跑到高雄去的立委来反对的 所以我自己也到高雄去 在高雄的时候我非常遗憾 到那边其实人蛮多 大概有一百多人 那前面大概就是国民党的这个民意代表 包括是中央的跟地方的 那后面人就静静的在那边听 尚未不知道要吵什么 有很多人自背麦克风 但是呢在这过程当中 我真的发现有所谓的疑似黑道的这些小弟 走来走去 我觉得这不好 一定会影响到这个公听会的进行 结果没有想到那么多场公听会 都有这类似黑道的人出现 这才会造成所有这种打架的情况 大家都知道如果打架的时候 谁先打谁后打已经不重要 而是像刚刚主持人所说的 你就把公听会把他打烂掉了 那既然公听会打乱掉的话呢 就大家都已经忘了 我们现在是公听会 要来听学者专家 或是跟民众对话 怎么样处理所谓的辅导以外的四线市食品开放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目前的行政团队 应该暂时把它冷却下来 不要急着去处理这些事情 是的确我们先休息会 稍后还在讨论 到底那么这次的公听会 这些黑夜夜人到底从何而来 到底是谁找来的 先休息会马上回来 好 市场公听会暴力收场来请教四纲 现在看起来国民党突然战力十足 那感觉上是不是要以牙还牙呢 那战力十足基本上是民意反对 如果今天民意是支持这个核岛食品的话 那请问你当为何而战 就不可能去有这个激烈的动作 所以今天我觉得蔡总统搞错重点 不是什么黑衣人不黑衣人的问题 那黑衣人就是该吃这个核岛食品 就应该支持这个案子吗 那些可能是疑似黑道分子 我今天台北市被打的一个 国民党的一个支持者 那新闻他被打的好像是被对方打的 并不是被黑衣人打的 那黑衣人谁带去的 我觉得这个不是这件事情的重点 而是说好 就算开公听会 也没叫你三天开十场 没有这样子干法的啦 你开公听会 你要有相当的人去现场 要有相当的公告时间嘛 所以你觉得太仓促就对了 我觉得太仓促 而且为什么要急在这个时候去呢 是因为APEC马上要到了关系吗 但你跟宋楚瑜去 没有亮点有关系吗 这样就更奇怪 就为什么要急在这个时候 你如果说辅导食品安全无余的 那你现场提供在日本摆一桌 这个辅导食品大展嘛 然后现在这个大家先请代表处 先请民进党立委去日本品尝嘛 没有要开放辅导了 我觉得现在问题都混在一起了 不管辅导或是周围的 那个你大陆也有禁止嘛 那南韩也禁止大部分的产品 为什么我们台湾就要承受呢 而且辅导或是周边的 这个居民的农产品的问题 是日本政府的问题 你日本政府自己要去解决 你不应该把压力 放在中华民国的身上 那如果说政府现在说 这些产品是有输到美国欧盟 是都有在进口的 那现在台湾就被你说 那你拿什么证据说 为什么不能进口 好 OK 加拿大也有吃 这个加拿大牛有这个狂牛症 加拿大人在吃 但是我们禁止加拿大的 狂牛进口 这个基本上那你这个事情 我还是 我还是有自己有坚守的嘛 那美猪含莱克多巴胺 美国人吃 但我也可以不吃 不是美国人吃什么 我就得跟着吃什么 我们自己国家有自己的体系 有自己的法规 更何况台湾的市场 对日本的农产品来说 也进来很多 除了这个福岛 这个核灾地区的 进来很多的产品 我觉得我们台湾对日本 已经很算人质易尽 而且大力支持了 基本上进什么就买什么 所以我觉得这一块 我觉得日本不能够 用这种强硬的方式 第二个 你哪政府要拿出肩膀来 要对日本要有一些 要say no 要抗拒 第三个 就算你抗拒不了 你的程序 也要稍微完美一点 不要用这种粗糙的方式 如果按照斯刚这样的做法的话 就是未来 去日本观光的 我们的台湾客 绝对不要去买任何日本食品 受污染的食品 我们开公定会 最主要就是说 我们的国际规范是什么 我们怎么样加强食品的安全管理 然后如果有到市场上来 再选择前 再来 阿最后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